月经是孩子们在青春期阶段开始的生理变化之一 然而这也是他们最关注同才评价的时候 当孩童开始变得不同过去或其他人时 会经历一段适应期 因此PHI表演工作室希望透过互动演出的设计 会拜那些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月经及卫生用品 希望未来可以减少孩子们以有色眼光来讨论 及应对这些生理上的变化 她去做国小推广的时候 发现原来有一些比较偏向的地方 就是小孩子有说好了 还不能够把月经来了跟她会怀孕了 这两件事连结在一起 如果月经里的话 那她会是什么样子 她是什么个性 然后我那时候唯一想到就是 她碰到的东西都会变猛色 偶戏最广泛的定义即为让没有生命的物品 经过操作及表演 形象化成有生命的东西 因此PHI工作室发想出将月经 护卫生棉及棉条 以偶戏形式赋予生命 月经会讲出来说 我有月经的小朋友经历过的心理事件 他们会去同理这个被实体化的难过 所以他们不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可怕 小男生跑来跟我说 他可不会做个小男生的试试 他不听到试试不公平 都讲女生的月经 男生也有男生的困扰 为了减少男生的疏离感 PHI工作室特别设计互动侦探游戏 来增加孩子们的参与感 并结合物件剧场 将卫生用品如布卫生棉、棉条等物 另外做成物件藕 让这些平常害羞看见的物品也能够理人化 呈现出他们的特色和限制 他们在去追追 再去找到底那个谁把教室染红的过程中 他自己有碰到 他有碰到 他最后碰到月经的时候 他们有拥抱 所以他有变化 所以这个护卫生棉就是 他是真的可以换衣服的 就像那个真实的护卫生棉 就是洗一洗是可以重复用 我自己是很喜欢 有看戏的过程 让孩子们对于角色产生同理心 并希望他们可以在参与的过程中 触碰到卫生用品 了解到他们的特色及用法 并最后一起坦然地说出月经两个字